大家好 我是莎莎 今天是7月21日 現在是早上9點半 我約了朋友去張溫澳的Porkorn地下 預居喝早茶 走過商場見到這個公仔好像挺漂亮 但還未完成的 讓我先拍下來 到門口了 可能今天是平日的早上 所以茶客不太多 11點半之前可以選擇兩樣東西 那兩樣東西就是44元兩樣 我們選了3套 我們本來是叫了皮蛋瘦肉粥 誰知來了豬紅粥 不過算了 難得去換 但是這碗粥是沒什麼料的 只有豬紅 現在來了叉燒包 粉果和這個鳳爪排骨飯 先加點辣椒油 好吃一點 粉果的皮是很薄 而且裡面的材料都很足 挺好吃 在各種品質 搭配上去 叉燒包裡面都很多汁和料 放入骨饭 鳳爪排骨饭也做得不错 饭有少少硬度 是我喜欢吃的 但不是太硬的 炸凉 油炸柜是很脆的 挺新鲜 如果多些葱就更好 最后来一个烧米和牛肉 双拼的 你看看 很新鲜 煙都出来了 牛肉放了芫荽和葱 滲了香味 很香 整体来说 点心都很新鲜 上桌的时候也是热热热的 但是那些粥就不一样了 今天我们先分享到这里 下次见 拜拜